城市有压力 有压力有压力 听首歌释放心情 快歌慢歌 摇滚抒情 和你听歌 和你听歌 生活快乐 今天和你听歌的呢 是马克兄 马克你好 早安 社群你好 G58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听 两首是男歌手 两首是女歌手的歌 那么一般上 马克的这个 习惯呢 就是会以故事 来这个 引荐这首歌曲 那今天我们要听 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今天呢 其实四首歌 也都是同一个故事里面 延伸出来的 还是一样 在墨尔本的一个故事 不过这次不是 发生在旅行社了 那么是怎么样的 一个故事呢 好的 那是这样 就是我那时候 还住在墨尔本的时候呢 有段时间 我就到朋友的那个 烘焙坊 就在面包店里面去帮忙 那我也负责店面的 这个营业管理嘛 那也会在前台帮忙 那有一天呢 就在我忙到一半的时候呢 突然就有人在 敲打我们的大玻璃窗 他不断的指着我 然后一直对我比一些手势 那我当下以为是客人 可能他们订了面包 或者是蛋糕 要来取货 所以我就叫他进来进来 可是他就一直要我出去 到后来我再看清楚 就发现 他们就是两夫妻带着 一个小小的女儿 大概是三四岁的样子 然后还推着婴儿车 那我就可能是因为 店面的空间小 他们没办法到里面来 所以我就出去看看 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 他就很兴奋的 就一直叫我的名字 就是说 你忘了我啊 我们以前在学校一起唱歌的 是老朋友认出你了 是啊 可是问题是我当时在墨尔本 是因为你在国外 有个这样的情形 就是说 突然被人认出来 然后你们很久没见面 还能够一眼看出来的呢 国外没有吧 可是在本地可能有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 当时我在国外 那这个人怎么可能 一下就认出我 其实我也没认出他来 难道又是诈骗吗 那个年代没有诈骗 OK 所以那个年代诈骗 还没这么猖狂 那我想了很久 后来才想起 原来是我中学时期的 一个学弟 可是比起中学时期呢 那个时候的 我就已经胖了很多 然后他还能够一眼 把我认出来 特别是你知道人在异乡 就谁都不会想到 彼此会在那个地点 同时出现嘛 那可是很明显 这一点没有难倒他 他一下就把我叫出来 那我就想到 那时候我们每次 在那边谈谈唱唱的日子 就回到中学时期 参加学校的活动 然后学 内心摇歌手 抱着吉他 唱歌 所以你曾经也是校园歌手 我负责唱 我不弹 OK 也像歌手 歌手 唱歌 那时候就 就学着百圣楼 那个样子 所以就 你知道 就感觉说 哇 这很难得 然后我们真的聊了 很久很久 毕竟我们都不再是 那十几岁的小男生 但虽然样子 慢慢找回来 可是脸上都有 很明显的 这个岁月的痕迹 每一个人都会 每一个人都会的 嗯 那所以后来呢 再聊下去呢 我才知道原来 他们到末 本来是因为 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我们先来听听 这首岁月 那后面我们再来说 他到末本来的原因吧 好的 一起来听 蔡幸娟的这首岁月 我们一起来庆祝 那个岁月 留在我们脸上的痕迹 嗯 儿时的月亮 有几个 有两个 一个在天空 一个在水中 儿时的星星 有几颗 有一百颗 除了一百九 十一百颗 少年的我摇 少年的我摇 我摇 我摇 月亮是一个 如今的我摇 我摇 月亮不见了 星星 每一半 二十地欢乐 有几船 有两船 一船在白天 一船在夜晚 儿时的幻想 有几船 有两船 一船在心来 一船在梦中 少年的我摇 我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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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船一船 一船只意我 都摇 如今的我摇 我摇 一船一世凉 难逢已空空 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因为它里面就是有三个阶段 觉得就是儿时 他觉得月亮有两个 后来到了那个少年的时候 他终于就是有一定的尝试了 就觉得月亮只有一个 那那个这小时候的幻想的部分 已经消失了 到了后来呢 他说月亮都不见了 星星也没半颗 感觉上就像是住在一个大城市里面 觉得说生活的压力啊什么 让人家也没有时间 去看到那个月亮和星星 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 就是我跟这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聊出来的一种感慨 对而且随着这个岁月的增长 我们看事情的这个态度啊 或者是我们的人生的追求啊 都会跟着不一样 以前可能会觉得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现在你会看 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的 所以价值观呢 人生的这个重心呢 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是的 好那么接下来 遇到了这个朋友之后聊啊聊啊 你们又聊出了什么样子的 这个精彩的故事 还是心得吗 后来呢 我们聊着聊着 那我才知道 原来他们那一趟呢 到墨尔本去 是因为他女儿 心脏有恐 那本地的医生的医院呢 就推荐他到墨尔本的 那个儿童医院去治疗 当然我现在讲的这个事情呢 是发生在 就是大概将近20年前了 就是大概2004 2005年的 2005年的之段时间 那所以呢 当时就是 医院推荐他们到墨尔本去 所以那边有一个医生 他们是比较专业 可以就是治疗 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时也说 如果不去的话 可能对小孩 会有生命上的一些危险 这个也危险 所以呢 就决定他们要去墨尔本 那这医疗费 已经太庞大了 普通一般人呢 就一时半刻 可能也拿不出来 那他后来跟我说 他就说通过了一个 慈善机构 帮他们筹款 那后来真的筹到了 这笔医疗费 那不但有医疗费 还有准备了一笔钱 给他们去住 还有他们的果实吃饭 就生活费 对 然后还有就是新行呢 还赞助了他们一家人的 往返机票 哇 OK 这真的让他们两夫妻 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毕竟刚刚我说 一个小孩 大概是三四岁 然后另外一个小孩 在婴儿飞车里面 他们真的就必须要一家人去 因为很难说 就是爸爸带女儿去 或者是你知道吗 爸爸带女儿去 那都很困难 所以他们就必须一家人去 所以他们能够得到 这样子的一个 慈善机构的帮助 还有航空公司的帮助 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那他们到了墨尔本以后 他们就住了一间 很小很小间的那个 我们叫motel 那个汽车旅馆 非常整齐 非常干净 但是也非常简单的一个住宿 他说他希望能够用最少的钱 来就是做这个治疗 那其他不需要花的钱 就不要再乱花了 那他就选了这间motel 很靠近医院 然后又方便 他们去照顾女儿 那这段时间呢 他一直非常的感激 这个赞心人士 还有这些身边的这些人 那他一直觉得说 我如果能把钱再省一点的话 省下的钱就捐回去 你这个治疗机构 然后让他们可以帮助别人 因为他大概算了一下 整个费用 觉得说可能不需要用它这么多 哇 所以那就是 在还没有这个众筹的年代 现在很多的crowdfunding 就是有一个捐款的平台 我们经常也看到说 早产儿啦 或者是一些外劳啊 突发性的一些疾病 然后医药费非常的庞大 可是在20年前的时候啊 要得到这些捐款 也真是不容易哦 所以这个朋友 他自己也非常的感恩哦 就是说啊 该花的钱花 但是呢 能省则省 还想要回馈给其他的人 是吧 嗯 是的 所以就是 当时我听我特别感动 我就一直在想 就是说有什么方法 能够帮助他们 嗯 那所以呢 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 大家都很感恩的情况下 所以我就突然讲到这首歌 感恩的心 我觉得说 真的很能够代表 就是我们当下的一个心情 嗯 是的 好的 我们一起来听 欧阳飞飞的感恩的心 希望说我们的社会中啊 可以有更多更多的这种 爱心暖心的举动 帮助人们啊 度过难关 我来自偶然 像一颗尘土 有谁看出 我的脆弱 我来自何方 我尽归何处 谁在下一刻 呼唤我 年底随狂 这条路却难走 我看遍着人间 看得辛苦 我还有多少爱 我还有多少泪 要苍天知道 我不认输 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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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开花落 我一样会珍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自偶然 像一颗尘土 有谁看出 我的脆弱 我来自何方 我情归何处 谁在 像一颗 呼唤我 天地碎跨 这条路却难走 我看遍这眼睛 看得辛苦 我还有多少爱 我还有多少泪 要苍天之高 我不认输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帮我一生 让我要勇气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 感谢命运 我怕花落 我一样会珍惜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帮我一生 让我要勇气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我怕花落 我一样会珍惜 欧阳在边演唱的 感恩的心 是的 我们的听众说 每天如果怀抱着感恩的心过日子 你的人生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就把城市拼到 当生活不是你想要过的样子 一起学习爱我们所过的日子 城市爱生活 Love your day 城市有压力 有压力有压力 听首歌 释放心情 快歌慢歌 摇滚抒情 和你听歌 今天和你一起听歌的呢 是马克 马克曾经在墨尔本 居住过蛮长的一段时间 也在那里工作 那今天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在墨尔本的一些的 见闻 往事 故事 刚才听了《岁月》 还有《感恩的心良》首歌 有一些听众说 哇 《岁月》那首歌听了 让他觉得自己有 慢慢飘上天堂的感觉 飘上天堂的感觉 是什么感觉呢 是非常舒服吗 是亚太有时候 很舒爽的感觉 就有一些歌 就给人家一种意境 然后呢 就感觉很美好这样子 好的 刚才也听了《感恩的故事》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听的是 吴斯凯的这首分享了 就怎么样的这个故事呢 那前面我们说到 当时是在朋友的 面包店里面帮忙 那是一家家族港式的 一个烘焙房 那有甜面包 咸面包之类的 也有蛋糕 那当时呢 这个面包店 是有这么一个做法的 就是说晚上 如果说我们卖不出去的面包 在打样之后呢 我们都会把它打包起来 就是一些适合的面包 我们送给一些活动中心 比如说教会啊 老人中心 甚至一些学生团体 那想说可以帮助一些经济 可能比较不宽裕的人士 就是分享给他们 因为我们不能够留到隔天 因为在澳洲呢 这方面是非常严格的 就是说你所有的面包 都不可以隔夜 放到第二天再卖 所以卖不完的 就一定要处理掉了 是 一定要处理掉 那因为有一些面包 它是可以放到隔天再吃的 所以我们觉得说 这样扔掉食物太浪费了 所以我们就会联系一些 这样的活动中心 那当然现在 就一个这么好的朋友 在墨尔本 而且他还带着小孩来 还想说要怎么省钱 那我就第一个就想到他了 我当时就想到说 不如就准备一些给他吧 那可能就是说可以当午餐啊 或者当晚餐 或者甚至早餐嘛 因为说真的 在墨尔本呢 到外面去吃饭 还是蛮贵的 对 而且就是在国外 你好像他们主食 都是吃面包多 那如果说 没有像我们这里啊 白米饭啊 面条啊之类啊 他们除了吃面包 好像就是吃 什么牛排啊 这个之类的 那真的很贵 是啊 然后他们住的地方呢 就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那个像微波炉啊 还有一个小小的那个 就是像电磁炉 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设备 所以呢 他们也很难煮一个正餐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煮了一个汤 然后就配个一个面包 这么吃 那也对他们来说 其实手下了很多很多的钱 当然也省下很多时间 因为毕竟他们住的地方 那个地方靠近医院 要到唐人街去吃饭 也不容易 毕竟唐人街还有一段距离嘛 那所以就 就这样子就解决了 他们很多 很多天的这个午餐 早餐午餐跟晚餐 所以他们在那里几天啊 其实他们在那时间蛮长的 大概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动完手术 还必须要休养一番 也不能够马上就搭飞机回去 对 那他的这个治疗期间呢 其实我也曾经去 探望过他的女儿 那当时就是 也给他带了一个蛋糕 因为正好他生日嘛 那很可惜 他当时是 当时当然是全身 切着管子啊 他精神也不好 但是小妹妹 真的非常非常勇敢 他不哭不闹 他很勇敢的配合 那我觉得说 那时候呢 我能够拿出这么多的面包 来跟他分享呢 真的是 上天的一个最好的安排 我就觉得说 就在这么一个时间 我刚好在这个地方工作 然后我有这些资源 可以跟好朋友分享 也能够帮到他们 那我真的觉得说 这真的是太完美的一个 一个安排了 所以我今天特别要选 这首分享 来纪念这一段时间 是的 这个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就在那个时段 那个时间点 你可以分享这些面包 还有爱 一起来听吴思凯的歌 时间一做了选择 什么人叫做朋友 偶尔碰头 心情却能一点就痛 因为我们曾有过 你像类似的生活 太多感受 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 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 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 与你分享的快乐 胜过独自拥有 至今我仍深深感动 好友如同一扇窗 能让事业不同 我仍深深深感动 与你分享的快乐 胜过独自拥有 至今我仍深深感动 好友如同一扇门 让世界开阔 因为我们曾有过 比想类似的生活 太多感受 却非三言两语能形容 可能有时我们顾虑太多 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 担心会犯错 难免会受挫 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 至今我人生生感动 好友如同一扇窗 能让事业不同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 至今我人生生感动 好友如同一扇窗 让世界开阔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 至今我人生生感动 好友如同一扇窗 好友如同一扇窗 能让事业不同 小蜡小小的未经典 我人生生感动 城市有压力 有用力有用力 听首歌 释放心情 快歌慢歌 摇滚抒情 和你听歌 和你听歌 生活快乐 今天分享一个 我觉得非常非常奇妙 充满着这个巧合的故事 就是在墨尔本的街头面包店 帮忙朋友在面包店打工 突然间门口外碰到一个人 说我认识你 我们是中学同学 哎呀 这个同学原来带着她三岁的女儿 到墨尔本去治疗心脏油孔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小女生 小女孩三岁 勇敢地跟自己的先天性的病战斗 大家最关心的是 后来整个心脏油孔的医疗过程顺利吗 其实我觉得这家人 一定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 因为是这样的 你看从他们需要这个医疗费 很多人去支持他 包括新航也给他们这个机票 然后到了墨尔本以后 正好我在那时候工作 在工作上有这个便利 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面包 那到最后呢 当然手术非常的顺利 小孩子就是健健康康地出院了 我真的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很 怎么讲 这整个事情是非常美好的 是 当时小朋友他出院后 他走到哪里还得要拖着那个氧气筒 一个小小的氧气筒 很可爱的 但是就是有一个小推车这么拖着 但是呢 他脸上一直都很坦润的笑容 那一家人的这个快乐都写在脸上 当时看了就好感动 所以现在都已经健康长大 成这个十几岁的青春美少女了吧 我从脸书上呢 偶尔会看到他们一家人的照片 然后也看到他们就出席各个活动 小女孩现在真的都长大成人了 然后看到他 我常常会联想到当年小小的他 就是拖着一个小小的这个氧气瓶 然后就是跟家人在路上走过来跟我 那时候是跟我say goodbye了 就是要回国了 就是那个每次看到他的照片呢 就会想到那个小小的他 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然后在他们的身上呢 我也感受到就是 父母对小孩的付出 是小孩很难想象和体会的 不管小孩多大 那在那父母的眼里呢 他们永远是那个小小孩 那个爱啊 永远都是满满的 就是一直到老都是那个样 是 所以呢 今天非常谢谢Mark 给我们带来了那么温馨的这个故事 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林隆璇的 我还是爱你到老 最后Mark还有什么 结语吗 我最想要谢谢 就是所有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因为我觉得说 对这份节目的爱呢 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都会一直爱你到老 好 一起来听 我还是爱你到老 谢谢Mark 谢谢 谢谢 我怎么会舍得你走 我怎么会舍得你走 这一句竟是几颗旧斗 请你好好珍重 无计划 这承诺当时万般重要 尽管 尽管六年会老 这一生无意违抗 我还是爱你到老 我不会让你苦恼 也许我始终无法释怀 我会假装一切都好 我还是爱你到老 我不会让你苦恼 也许你已经把我忘掉 我还苦苦地寻找 寻找到老 我怎么会舍得你走 这一句竟是几颗秋冬 请你好好拯重 无需挂念我太多 我的爱和从前一样 这扇诺当时晚安重要 尽管容颜归老 这一生无以为考 我还是爱你到老 我不会让你苦恼 也许我始终无法释怀 我会假装一切都好 我还是爱你到老 我不会让你苦恼 也许你已经把我忘掉 我还苦恼地寻找 寻找到老 我还是爱你我 我还是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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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爱你到老 我不会让你哭了 也许我始终无法释怀 我会假装一切都好 我还是爱你到老 我不会让你哭了 也许你已经把我忘掉 我还苦苦地寻找 寻找到老 我还是爱你到老 我不会让你哭了 也许你已经把我忘掉 我还苦苦地寻找 寻找到老 寻找到老 林隆璇演唱的一首 我还是爱你到老 今天分享的故事 真的感人当中 也带了很多很多的温馨 就看到说 社会上还是有很多暖心的举动 0163说 吴思凯的这首分享 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其中的一句歌词 他说 与你分享的快乐 比独自拥有更快乐 是的 我们说这个快乐 跟别人分享 快乐就加倍 那这个悲伤 如果与人分享的话 悲伤就减少 不晓得你同意吗 CAPITA G58城市频道